這廣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過 來 我們點一下那個地方進去 那個點一下會有連結 那個圖形 點一下那個圖形 有沒有連結出來 你點滑鼠右鍵一下 對不起 點一下複製鈔連結 下面那個 這樣可以沒關係 來看一下這個廣告 我記得五分鐘 我可以查看 我可以查看 我現在就是五分鐘 我看八分鐘 有得有一段 我可以查看 我會查看 我會查看 那我決定是一對 我每天都喜歡三分間 我會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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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條件 那是有一個ouch乃特幫你來買一些顏色的 這就知道了 我看看你怎麼會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我聽不到他會是你女人,拍到他有 passion 因為他們才不是女人 女人不覺得也有感到 這個是Burger King的那個招牌人物 好 這個影片是在拍阿根廷之前有一個活動 有一天麥當勞辦了一個活動 他說他賣任何一個最便宜的那個叫什麼 他的大麥克呢 如果你買大麥克的話 他的錢要把他捐給兒童癌症基金會之類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發生了像各位剛剛看到的一個事情 Burger King居然說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就不賣在我們店裡面跟大麥克相對應的Wopper這個產品 如果你要買這種等級的漢堡的話 麻煩你到對面的麥當勞去買 這東西聽起來是有點反制 跟一般我們理解到的一個商業競爭的狀況不大一樣 大部分我們對於商業的理解來講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川普最喜歡講這句話 在商言商 再來一件事情是說 Business就是說我把一口袋的錢把他拿到我的口袋裡面去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是在一種彼此相互競爭的狀況之下 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事情是說 在剛剛的例子當中我們看到的事情是說 麥當勞他反而在幫助漢堡王 不是漢堡王反而在幫助麥當勞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第一個問題出來了 對於你來講你覺得漢堡王這樣做是一件聰明的事情 還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是一個違背商業原則的事情 還是一個聰明的舉動 如果你覺得漢堡王這樣子的做法來講 是違背商業規則的一種白色的做法的人 請你按一 你覺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高招的人 請你按二 現在開始 好 我們看一下他蓋的結果 OK 來 有哪一位選擇一的同學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見解 有沒有人選一的 有人選一 這個人在哪邊 分享一下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他畢竟也是領持的 他有類似CSR的精神去做 但是我覺得他可以自己做 就是他可以例如他自己的商品 然後就捲入去捲入那個實戰性 然後因為他辦這種活動之後 也許去那邊買一個顧客 並不知道他在翻個活動 會受到影響或是你賣這個商品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想要他從他自己辦賣的狀況 他可以自己去捲 如果你要叫大家去賣的話 OK 所以他自己去捲那個目的 是為了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還是為了做一個Marketing的一種玩弄 在你剛剛那樣子的講法之下 我個人會覺得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OK 好 覺得是二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為什麼你覺得是高招的 我覺得你這樣的話可以一起把我點做到 就是因為會提醒市面上的媒體的討論 所以會更多人關注看好這個意義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會可以進行做到 那至於怎麼樣去分的話 就是看個人的方向 是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選二的 我覺得一般人會對於企業做的CSR 就沒什麼 就不覺得那麼有趣 因為大陸的環境 可是他今天做了一個不一樣的CSR 大陸的會想去管局 會想拿手機拍下來 在這個事件之下 到最後會幫你留下記憶點的 是漢堡王 還是麥當勞 漢堡王 所以從 假設我們把它當成是一種行銷手法來講的時候 我們得說 麥當勞這一招 漢堡王這招叫做高招 他把麥當勞本來想辦活動的風采 給完全搶走 那事實上 當我們在談到CSR這個東西的時候 雖然我們平常會講的事情是說 CSR這個東西 我們不應該秉持的說 把它當成是一種 行銷打行銷的活動的心態來做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件事情是 這些東西 它背後的確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展現你的行動 對於企業來講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好 回到頭影片那邊 那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引發的下一個問題 有市民是為什麼 為什麼麥當勞他要做像這樣子的事情呢 如果你有看那個 川普的Apprentice的時候 裡面他們最喜歡講的句話就說 Business is a business 在商延商這樣子的東西 傳統上面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說 生意人就是做生意的 我們不要跟其他的東西放在一起 而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今天所犯指的 並不是把它放在慈善活動的這個領域當中 我們特別是把它射除在的事情是說 在所有的其他社會議題上面 我們希望企業盡量不要去射入進去 所以傳統的觀點裡面來講 例如像 我看到南投921大地震 剛才來這邊做那個什麼 正在說明會的公司就會說 好吧 我們捐多少錢捐到南投那邊去 然後呢 並且我們的員工可以去那邊做志工 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會有人覺得說這個企業多管刑事嗎 真的都覺得不會嗎 好 那如果今天換另外一種角度來講 今天郭台銘他要出來拯救台灣了 我們紅海的員工 每個人拿了連署書 請旁邊的人都在連署 你們會覺得紅海這家公司 在做企業社會責任嗎 還是你們覺得紅海這家公司很奇怪 如果你覺得很奇怪的話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因為傳統上面 我們把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比較定義在的事情是說 你做某些事情去滿足社會對你的期許 或者是做某些讓社會當中 覺得說會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的 像這樣的一些活動 所以像剛才台積電到南投那邊幫助政災 這個部分來講 他其實如果不做 大家會覺得其實也還好 大家做的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這真是一家有善心的一個企業 會願意花更多的資源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這篇文章當中在講的事情是說 儘管在過往當中 我們認為這些企業他們本身 本身基本上是不大會去涉足到公開的事物的 除非這些事物當中 對於他們公司的營運來講是有一個重要的幫助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在座各位會覺得自己太過肥胖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勇敢的舉一下手 好 你們的BMI指數是多少 你們這些覺得自己胖的人 你的BMI指數是多少 很高 就是屬於過重肥胖 自己才是過重肥胖 就BMI超過的標準 現在標準是多少 現在標準是多少 現在的標準 我不知道我多少 但我之前兩個很高對不對 我再使用你之前更高 所以已經更高 誠實嗎 我這樣講一下好了 現在的BMI的一個 就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肥胖標準是30 但是它本來並不是30 它本來是35 好 這問題出來了 第一個 為什麼會有這種肥胖標準的存在 它的故事是來自於說 在1960年代的時候 英國有一種東西叫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為了計算出來 大家的一些所謂的一個 死亡或生病的相關系數當中 他們開始對著我們這些 做一個肥胖程度當中做了研究 結果當時的發現是說 事實上當那個筆直到接近35以上左右的時候 好像會明顯的造成 造成所謂的一個死亡 還有心血管相關疾病的一個大幅的上升 在這樣子的研究出來完之後 到了後來大概在1970年代左右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把這樣子的東西給納進去了 他們開始說好吧 那我們定義出來就是說 肥胖這個東西可能對健康是不好的 而什麼叫肥胖呢 把它定在35這樣子的水準 好 碰到肥胖的話該怎麼辦 那人要怎麼減肥 那人要怎麼減肥 伴隨著減肥這個東西 是不是周圍就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各種產品或的服務會冒出來了 例如像減肥餐 然後一些健身房 甚至還有一些抽脂 還有隔胃之類的手術就逐漸冒出來了 好 那這些手術來講 它本身 例如像以英國來看的時候呢 各位這種手術來講 是健保可以給付的 如果說你今天的肥胖 到達了生命危險的標準的話 那如果健保給付的話 是不是會讓更多的人 願意去做像這樣子的手術 這個時候問題出來了 當你把標準定在35的時候 是不是讓很多的人 他可能覺得自己有點胖 擔心會健保不給付 只好不來做這樣子的手術 同樣的在某些的食品當中的時候 他的給付當中也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來講 如果你是手術那邊 相關的一些行業的人的話 你會怎麼做 他的答案很簡單 告訴政府 35是太胖了 沒錯 35就是胖得要死 但並不代表 35以下的人不會出事情 事實上 30以上的人也會危險哦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 就開始動員了很多的人 例如像動員的學者 像之前各位看到 那個Inside Jobs裡面 那些學者們不是在講說 這東西是好事等等 或者是來繼續動員很多的醫生 他們提出來各式各樣的一些證據 來去遊說這些政府 來告訴他們說 對不起 35這個標準太高了 事實上30來講 就應該給付了 世界衛生組織那個標準 是已經太過寬鬆的標準 就這樣子 在英國那邊呢 他們就把英國那邊開始先動手 逐漸的 世界衛生組織也動了手 把肥胖定義成 是在30以上 傳統的方式 傳統的說法來講 我們認為說 企業涉及到公眾事務的時候 多半來講 必須要是 這個東西跟你本身的生意 生命系列相關的 可是 在這個個案當中來講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的事情是說 現在我們則認為說 並不只是來自於說 這些事物來講 跟我們公司的營業項目有關 我們要透過像是捐贈給 送政治獻金 或者透過一些所謂 遊說的方式來進行 事實上 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覺得說 這個獻金是你所認為比較好的 那麼我們就應該 要勇敢的把它站出來 跳到下一頁 那這個部分來講 這裡面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為什麼 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到底這些所謂的一個 CEO Activism 指的事情是說 這些企業的高階主管 勇敢的對外發言來講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來自於他們內心 而進行的嗎 還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所謂的一種行銷的一種手法 以及 第二個 當我今天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我到底有哪些的風險 跟可能潛在的效益可以出現 還有第三個 當我今天要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一些建議的法則 可以讓我做到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種結果 請跳到下一頁 那為什麼這些CEO現在開始會講了呢 基本上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來自於說 現在我們的心態開始改變了 過去我們認為在商演商 可是現在很多人覺得 很多的一些特別是來自於 你們算謙息世代嗎 你們這些人算謙息世代嗎 還是準謙息世代而已 年輕一輩的人會覺得說 其實這些CEO來講 事實上他的責任並不是只在於說 去幫公司賺更多的錢 他們本身是社會上面有偷溜臉的人 所以他們也有責任 當他們發現說社會上面有一些政治 或者社會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應該勇敢的 去做發聲的動作 試圖來促成某些事情的行程 那這個部分來講 會很像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種 所謂的一個 Responsiveness這樣子的概念 主要事情是說 其實企業可以勇敢的 來扮演一些社會的一些 演變的潮流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對於CEO來講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說 他們個人認為什麼事情 是他們值得去追求的 請跳到下一頁 那這邊 那麼在這兩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們各自過去的做法來講的時候 可能比較侷限在於說 是透過一些所謂的 政治的一些遊說之類的動作 來去讓這些CEO 可以把他們對於一些公共的事情當中 去做一些表態之類的 可是呢在現在來講的時候 他才發現說 CEO變成更加的主動 並不是只是躲在背後 去透過遊說者的力量 去促成某些事情的發生 他們可能會逐漸的開始變成說是 我公開來發表一些所謂的聲明 或者直接來說 直接來做一些推特這樣子的動作 像剛同學們跟我們分享的火箭隊的那個事情 或者呢 他甚至可能會去直接的發生他最直接的影響力 就是說我來透過我的一些商業活動的進行 來促成某些事情的發生 好跳到下一頁 那這裡面來講 我們就要提到兩個有趣的人了 這個人是誰 索羅斯幹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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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襲擊了俄羅斯的貨幣,賺了大錢 再來呢,當1992年英國正在考慮要不要加入馬斯垂克條約 加入歐元區的時候,他又再次的介入進來了 因為他的介入呢,使得英國放棄了加入歐元的夢想 他決定死守英鎊,因為兩邊的利差太大 才會被俄羅斯給攻擊到 再來第三次就來放空泰銖了 在那個時候呢,就造成了亞洲競爭風暴 讓我還記得當時台灣很自豪的事情是說 當東南亞那邊都被亞洲金融風暴和韓國都被襲擊的時候 就我們台灣沒事,可見我們台灣金融治理得良好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台灣之所以沒有被襲擊到部分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跟韓國和泰國比起來的時候 台灣的金融是最不開放的一個國家 所以也因此讓索羅斯並沒有太多的空間可以襲擊 那這個人賺了很多的大錢,可是這個人 對他來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賺錢只是一個手段而已 他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左派的人 他非常想促成社會主義的一個發聲 所以他捐了很多的錢,並且成立了一個組織 叫做Open Society 透過這個組織當中呢 他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產 都捐給了這個Open Society 這個組織會去贊助一些 例如像是 一些像是 他在迅華利那邊贊助了一些大學 然後他又投入到了很多那種去消滅貧窮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計畫跟活動 所以對於他來講的時候 他公開的直接再講就是說 他認為說現在可能像美國的一些種族歧視之類的東西 他非常不贊成等等 那也因為他是猶太人的身份 所以在歐洲跟美國那邊 就有對於索羅斯的一些獵巫這樣子的東西 他們認為索羅斯的存在 基本上是為了代表猶太人 去消滅我們這些高貴的亞利安人 所進行的一些的努力 就在歐洲跟美國那邊有像這樣子的一些思潮 所以就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索羅斯的 conspiracy theory 的東西的出現 另外一個人是比爾蓋茨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蓋茨做了一個基金會 這基金會當中事實上他也做了很多的活動 包括說是例如像是 他想辦法改變全球暖化 或者投資在所謂的一個幫助那個哪裡 孟家那邊的人 去可以使用到一些馬桶 馬桶廁所這樣設備之類的計畫 所以他也投入了很多這樣子的心力當中 去在一些可能跟他本來的本業 並沒有太大關係的一些活動 請跳到下一頁 所以從剛剛那樣子角度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的CEO他們本身會做出很多的活動 涉及到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一些觀感 例如像剛剛提到過說 像是川普的活動當中 就很多的企業主說 欸對不起你不可以這樣子來去做你的移民措施 把穆斯林的趕在外面 那這時候涉及到了一個問題 到底這些CEO或者公司 該不該對於某些政治的議題來做表態呢 好像是NBA裡面火箭隊的主管 他去對香港送中事件來做表態等等 那我再來進行一個簡單的調查 你們覺得這些CEO 該不該對於這些政治的事情做表態? 認為該的人請你按1 認為不該的人請你按2 現在開始 是一個政治有關 對 這些政治議題當中可能包括的是來自於 例如像是自由重不重要 言論自由重不重要 或者你對於像是同婚的議題 這些東西來講 或者對於環保的議題 該不該做這樣子的表態 我們看一下結論 這個班級的數字很好玩 來 大概有 將近三分之一的人 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是該表態的 有沒有該表態的同學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認為該表態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對政治比較冷 然後如果CEO 因為他是一個有權 有power的人 然後說他出來表態 他可以吸引大家的風光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去思考政治的議題 有沒有任何的人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讓你真的覺得你受到他的影響 而喚起 就是像是NBA那個滿送中 就可能有些人原本沒有在注意 但是他 有些人可能是NBA球迷 但是他沒有助力 他沒有助力滿送中 然後因為NBA的CEO出來講這件事 所以他可能會間接去關注到那個事件 OK 所以簡單來講 事實上在社會上面有很多的問題 可能是並不被大家所注意到的 而這些CEO 因為他本身有錢有事的關係 非常容易搶到美光燈 所以容易喚起我們對於這些事情的一些重視或的注意 好 很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認為CEO應該要發表的這些議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有沒有反對的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我覺得問題 就是問題很方便 因為界經理人 背負一個責任 就是要有入客方 應該關心人的權利 那如果去表態的話 這是一個壓寶寶寶寶寶寶寶 可能會使企業負受損失 那一方面 當然企業經理人 他們也需要去管復一些社會的議題 那他們用的方式 就不一定要用同漢的反對 因為就是有風險存在 他們可以去退出私底 有時候可以成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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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金會 然後去做一些事實在貢獻 所以如果說今天火箭隊 並不是由CEO 他那個總經理直接出來講話 而是那個總經理成立了一個 FREE HONG KONG FOUNDATION 然後再有那個 他捐錢給那個FREE HONG KONG FOUNDATION 再來說 再來是說 有這個FREE HONG KONG FOUNDATION 再來說香港應該要自由一點 這樣就會沒事了嗎 但是還是以公開發表一種的方式 那樣的話其實是沒有換到 不換要是沒有差別 我覺得應該是跟資金的贊助 或者說一些世界行動具 可是你捐的錢不是一樣被別人發現 呃... 捐的錢應該會很好 對 還是你就像我一樣 每次捐一千塊就好 為什麼不能 他上面的那些基金會 一定要這麼明確就是 沒有什麼FREE HONG KONG 它不能就是 譬如說香港沒有很多人 現在可能留意失手 他有創建這個基金會 可能是幫助一些留意失手的人 這樣一樣可以達到好的效果 但是它不用後輩的 嗯哼 所以 這樣他有幫助到香港那個事情嗎 打他本來的Social course 如果他本來在Social course 是說 他認為香港的自由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就成立一個基金會 來幫助 可是一定要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的Social course 是不是就被隱藏起來了 那所以在這情形之下 代表就是 事實上這些CEO本身 並不應該 直接去 直接獲得間接 讓別人知道 他本身所存在的一個 社會的一些價值觀 以避免 他被 簽連到 是不是 用你剛剛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如果一定要 一定要 對某個事情有反應 但是你要做一個 跟那個事情無關的事情 來掩飾自己的反應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的心事 他事實上並不太適合做表態 OK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就是剛剛這位 那個同學 就是製裝車 你們班的感情真的不錯 你記得那個 你記得 畢業前 你要跟他換一張名片 跟他做個好好的自我介紹 對 對 就是 我覺得 就是經理人 到這個位置 就是必須要承擔一些東西 然後要犧牲 可是那種事情想說 我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他必須要有一些事情 是 好 來 跳到剛投影片那邊 事實上這個問題來講 我覺得 它是一個正反兩面 其實你 有人覺得應該 有的人覺得不應該 就好像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好像我們順著 順著那個例子來看的時候 好像 前一陣子 就好像 某些時候你可能會被逼著表態的情形之下 也有可能是會發生的 就好像 以NBA那個事情來講的時候 本來NBA是 不大可能表態那樣子的狀況 結果後來不是被媒體攻擊 攻擊完之後 他只好出來說我 言論自由是我們NBA的價值 所以我必須要接受 可是從那個 從那一位 NBA那個總管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他的發言順序來看的時候 他是一開始想規避 但是反而 周圍的人會期待 他在這個事情當中 把某些的價值給拉上來 拉完之後 反而又沒事了 所以 這上面來講 到底該表態或不該表態 本身是一個 很難拿捏的東西 首先 第一個東西是來自於說 對於不同的事情來講 以美國為例的時候 不同的政黨 對於事情 對於什麼意見來講的時候 意見是他們願意接受 或者覺得贊同的意見來講 可能 各自有一些不大一樣的 一些正反的狀況 甚至 在大多數的議題之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可能例如像我 好像讓所謂的民俗黨開心 就會讓共和黨覺得更生氣 等等 像要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換言之來講 當你一旦 對這些公開的政治 或者社會的事物表態的時候 請你 要小心 大多數的情形之下 你並不大可能 兩面都討好 有德必有失 就是你們常常碰碰的 一個風險之一 再來請跳到下一頁 好 再來第二個呢 很重要值得注意到的事情是說 對於這些企業CEO表態的事物來講 它會影響到說 影響到說 外界是否會贊同這個CEO 站出來挺身的出錯 這樣子的事情 就美國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說 事實上 當這些CEO出來表態的事情來講 他如果涉及到的事情是說 有經濟事物的成分 例如像是 是否應該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最低的工資 是否應該男女的一些薪資平等 之類的來講的時候 在這個情形之下 事實上大多數的民眾是認為 對的 你應該對這樣子的事情 來做一些表態 但是 對於某些事情來講 可能 跟公司之間來講 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 的時候 來看的時候 等於說 它並沒有一個單純的經濟事物 而涉及到一些社會議題的時候 它相對上面來講 它的一些Approval Rate 指的是 受到贊同的一種比率就下降 例如像 是否我們該進行 所謂的槍制管制 是否 我們該禁止 所謂的一個大型的一些 打獵這樣子的遊戲等等 這些東西來講 並不大 並不大能夠 得到大家的同意認為說 這個事情 是歸CEO所管的 請跳到下一頁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對於一個CEO來講的時候 作者的建議是 你的確有權利 也應該出些表態 但是 你是否該真的站出來 或者該怎麼做來講 你不需要考慮到 以下的這些因素 包括的事情是說 到底 我今天來做的時候 到底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那麼對於這個活動來講 的時候 是把它添光 還是反而讓這個活動 變模糊的焦點 以及來自於說是 好 在什麼時候我該介入進來 以及說 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進來 例如像 我是應該單獨的表態 或者我串聯某些的人 大家共同來表態 那對點心的例子 是像那個 川普剛上任的時候 不是 他那時候對於穆斯林 並不是很喜歡 所以就說來 我們來限縮穆斯林 供人到我們這邊的一個現象 然後第一個 重擔最倒楣的人是誰呢 最倒楣的公司大概是兩家 一家叫Google 另外一家叫微軟 因為裡面一坨人 都是穆斯林這邊過來的 那這時候呢 如果他們兩邊 自己跳出來講 一定很奇怪 所以到最後發生的事情是說 他們的選擇是由 很多的企業 大家一起來發生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得到這個注意力 反過來說 你現在看到 像索羅斯 他在推那個什麼 社會主義那樣子的東西來講 在美國這些社會主義 基本上是一種 Big No No 這樣子的現象 可是呢 他的做法去選擇的事情是說 我來自己 單獨的來 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當然某些時候來 你也可能就玩到一些 所有的內線 這樣子的遊戲 用默默的方式去影響 這些事情的發生 最後是你必須要很好地考量一下說 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因為畢竟某些議題來講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可能會討好 可能會討好某些人 但是會讓某些人覺得失望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該怎麼做 才不會留罪大家 就像NBA那個事情來講 就好了 好 當時對於火箭隊來講 好像也蠻尷尬的 對不對 你能夠說 對不起我錯了 我不應該講這種話 你們覺得這樣講完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 會想出兩邊不一樣的一場 你會覺得 他會得到 可是他如果否認到的時候 他也會同樣得到 另外一邊的一些 不大滿意的狀況 所以在那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他那個大鬍子叫什麼 Harden Harden Harden的講法最好玩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像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在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是一種 很有趣的一些玩法 那整個事件當中 其實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我到後來有一種感覺 是說 至少以那個議題來看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不發生 就一定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甚至至於說 你要不要發生 該怎麼發生 我覺得還要看看你到底是誰 像NBA那個活動 我覺得最好玩的事情是 它發生完之後呢 前面有很多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 反對抵制NBA的聲浪出來 然後很快速的 你就發現 其實這個反對的聲浪 直接就消下來了 真的把它給濃縮在火箭隊 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 對於其他一些過去的 其他一些企業來講的時候 他要怎麼處理這個議題來講 會變成是 很有趣的一些東西 如果說你今天夠力的時候 事實上你不見得 一定會 會去被那些 政治的一些因素 給牽扯到 例如像我們比照 另外一個東西來看好了 像蘋果 蘋果最近出的事情 是那個叫什麼 把香港那個APP 下架的那個事情 那是不是該下架 正反兩面答案一定都有 但是換言 換動角度來講的時候 以蘋果的市場力 他如果打死不下架的話 會有影響嗎? 搞不好不會 所以如果說 今天把那個 如果今天說 他把 freedom of speech 那個東西把它拉成 是一個重大議題的時候 搞不好 蘋果到最後的反應 搞不好是撤回來 到另外一塊 我打死不下架 好 那 這個文章當中 談到的地方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裡面其實兩個重點 是一 現在來講 CEO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期待他 或者他們也會出來 去表達一些 自己的一些 對於社會 環保 還有政治的一些 議題的關懷 這是一 然後二 在做這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有一些 手段要去小心到的地方 然後第三個問題又出現了 因為我們剛剛舉出來的例子 是在美國這樣子的例子 在台灣這邊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好像一貫 並不大主張 企業主對很多的東西來做表態 所以 我好奇的是 來自於你們這些年輕一代的人 對於你來講的話 你覺得企業 該不該對一些 各種的社會 政治 或者經濟的議題當中 進行一些表態 認為 就台灣來講 你們覺得企業 應該來做一些表態的人 請你按一 你覺得企業 在台灣來講 還是打死不要做表態的人 請你按二 政治社會都算好 那我們應該分開來看 對不對 好 第一個 針對政治議題來講 你覺得企業 需要做表態 應該做勇敢的做表態的 請你按一 不該的請你按二 我們猜開來看 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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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小心喔 台灣也有很多全球企業 我想進入全球的企業 然後是表達針對台灣的議題 還是針對世界上的議題 是台灣的企業 針對世界上的議題 做表態嗎 好 當作台灣的企業 針對世界上的針對議題 做表態好 基本上你去講那個什麼 美國 我現在問的是 應不應該喔 我不是問說該怎麼表態喔 這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文章當中寫的事情是說 對於千禧世代來講 會認為企業應該勇敢地表態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的千禧世代 是不是會有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來 我們看一下 大部分我們的同學 會認為說不該表態 對不對 來 我們先問一下好了 認為應該對於真正議題做表態的同學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認為應該的 你說 你說 你是應該的喔 我是應該的 我一直講的就是應該 為什麼 首先我覺得政治議題 它並局限於 因為剛才一直在說 談論說 一個科學委員會不會認為 他什麼要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我覺得到公司這個 就只是說 我覺得他表達這些 像我那時候一些 怎麼自由啊 安全的問題 可以 因為他本身是企業的一個代表人物 所以他的發言這些價值 雖然是他個人 但是他也會讓其他第三者 在看的時候 會跟這個公司的價值相對很好 所以他的立場 我覺得 不一定說一定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我覺得是應該要不要拍的 有沒有任何議題是你覺得會有好的下場 就像是剛才 因為是台湯 像剛才那個NBA 在關於反動的事情 在往前 在往 時間在往 往前看的時候 當初他們也在總組合議題上 就是有很大的糾紛 那在這 我們在事後 就是對那些 認為總組合的人來說 這就是一個好的狀態 事實上在我們現在 這個也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好的 一個案例跟表現 所以我覺得 這是 在某些議題上 他應該要表態 而且證明他等 那哪些議題是不該表態的 在台灣藍綠 如果你選擇某一個政黨去支持 我覺得是不太好 但是你可以支持 你可以選擇支持 這個政黨提出來某個政策進行 因為這個政策 一定有好跟不好 例如電力什麼 乙和氧力 你可以支持這個 我們可以以愛發電 以愛發電不叫環保 對 以愛發電 以愛發電 環保 但是他太 皮卡丘發電 對 太不及時 那你身為的政黨 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議跟想法 你認為 就是 立刻 就是以 就是養育電的話 太不及時 對台灣的產業來說 但是 就如果你是愛系的啦 但是可以支持一個 等等 但是你不是支持那個政黨 而是你是支持 舊電這個議題 有一個政治的表態 這樣 好 認為不該的人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建議 嗯 比較少 你還沒發言到是不是 你要不要講 嗯 尊貴的智峰同學 沒有正方和反不反 可是 你有時候是沒辦法去評估說 反方帶來的傷害會有多大 是 如果過大的話 你一個 因為你自己一個CEO的行動 然後反而導致你整個公司 就會 因為可能被大家抵制之類 然後導致你下面的員工其實有很多 然後就覺得這樣 好 其實 台灣的企業家們很容易對政治的表態 你們沒有注意到嗎 兩個東西 第一個事情是 台灣企業家分兩種 第一種事情是 他很聰明的叫藍綠通詩 之前我記得中研院做了一次台灣政治現金大調查 用那個 政治現金申報資料來做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很多的公司 很多集團是超級會捐錢的 例如像遠東 然後呢 把那個攤開來一看的時候呢 藍色也有 綠色也有 牌塑也是 都會有 所以政治表態那個東西 有時候很好玩的事情是 我們直覺上覺得不該對不對 但事實上 對那些大企業家來講 我們會發現 其實大企業家很多的時候 他比我們一般的人 還敢去做表態 還敢去做那個表態 這是一個 好像有點反常的東西 好 再來第二個東西 那些事情是說 就國外來看的時候 企業 會不會表態 其實很多的時候 他們是敢 勇敢 就敢去做這樣子的東西 甚至 一定會有人說到一件事情 是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得罪一些人 然後你賺不到那個錢 對他們來講 他會告訴你的事情是說 我不去賺 會讓我不覺得被尊重的錢 不用像這樣子的東西來看 所以換言之來講 企業是賺錢 但我並不是辭討 所以我不用去讓每個人都覺得 都覺得我是被需要的 像這樣子的態度 好第二個 社會議題呢 你們覺得企業應該要介入社會議題嗎 認為應該的人 可不可以 應該的人請你選一 不該的人請你選二 社會議題有很多 例如像 消防隊到底該不該有好的裝備 我們到底該不該 那叫什麼 檢舉達人是不是該設限 每天只能夠檢舉三個就好了 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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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免引發民怨 好我們看一下大概的結果 社會議題反而大家都覺得該表態 好 就是企業不該對社會議題表態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有沒有任何同學是 損得勝而不該表態的 對於社會議題 這樣我的手機充電嗎 柏翔在哪邊 你選哪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 是 是 就是應該表態 為什麼 你覺得應該表態 因為社會議題 就 它就變成王一的東西 所以 有些是 有時候表態 並不會造成說 會有不對勁 有些是 該表態的時候 所以你覺得看風向 當然大家都搭哪邊 都往哪邊舉手 比如說這個議題是什麼 比如說 什麼議題是可以表態的 比如說 什麼議題是可以表態的 社會議題 政治議題也算社會議題 政治先把它拿掉 我們剛剛把政治跟社會兩個分開 環境議題算社會議題 算 該不該現在立即處理 我 這是不是社會議題 這算不算社會議題 算 那你覺得該不該被處理 這怎麼說我 沒有 我只是 我只是 對 假設你今天 對呀 假設你今天代表企業的時候 對這個問題來講 你要怎麼表態 因為你告訴我說 有一種東西是 這個議題是 大家基本上風向會很固定 所以我嘲笑那樣給我保證沒問題的 可是 可是 如果是工業 就是工業相關的人 就會很固定的相關 所以這會很固定 所以 你真的可能討好所有的人嗎 不行 那怎麼辦 還是不要表態比較好 要 那表態會得罪人怎麼辦 就是要有個好處 總不能就是 太急 好 謝謝 再來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看一下 宜璇在哪邊 宜璇在哪邊 宜璇 你呢 我是喜歡要表態 為什麼 因為我是覺得 社會議題它的方便蠻廣 那 其實 如果這件事情 這個議題的話 是有關於企業的 如果它是覺得先出來表態的話 就是可能 等到是 比那個 就是大家問他 還要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先表明它的立場 那 萬一出來 表態完發現出來說 你的立場跟社會大多數都不一樣 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但是它就是 反正就是 這個議題 就是他們企業本身 他們的理解就是 是 所以我覺得 他們如果先事先表態的話 可以想看消費者說 這個企業的價值就是 這個 好 好 其實 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一樣 不管這個跟政治的問題也是類似的 就是說 其實對於企業來講 現在有兩種 可能不大一樣的見解 第一種見解是 來自於說 就是我們把企業當成是一個 pure 賺錢的一個工具 它只是一個經濟的實體而已 所以我完全不去涉及到 任何跟政治社會相關的東西 除非這個東西 它會影響到 我企業的一些成本 那企業的一些經濟上的一些好處 例如像說 好 要不要訂最低工資 對於企業來講 我應該都說不要 因為訂了最低工資之後 代表性是 我可能就有 有些人就要多付一點錢 對我是不好的 就叫做 A 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那 B的想法來講 他們則主張的事情 是來自於說 事實上企業 跟人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社會上 公民的一個分子 甚至比一般公民來講 可能更具備一些 曝光度跟影響力 所以 當今天 它的價值是什麼東西 因為企業本身存在的目的 對他們來講 是社會價值的創造 而經濟只是它的一個手段 你想這樣子的方式 來理解它的時候 他們會主張的事情是說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企業是可以適當的出來 對自己的事情 信用性的事情 來做一些適度的表態 但是請注意 一般來講 現在主張來講 是說 你去做到適度的表態就好 不是一定要去做那種 很強烈的領先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至於哪一種 是比較好的方法 我覺得 這邊並沒有強制的一個要求 我只是想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有另外一種 可能的思考方式 那麼至於該怎麼選 其實是企業 還有在做各位 你們自己的責任